字式的數學課 今天我要上的這堂數學課 是一堂字式的數學課 由我來為您示範 字式的數學課如何上 同學 我們今天要教 一筆畫理論 什麼叫一筆畫理論呢 就是你看到這個圖 你就會知道它可不可以一筆畫完成 這時候我直接教你 這東西就是尤拉定理 那尤拉定理有兩個 有兩個 你看到這兩個 你就知道它可以一筆畫完成 尤拉就這樣 只有兩個基點其他都是偶點 不然就全部都是偶點的 來同學直接做題目 什麼叫基點偶點 一筆畫固形 同學所以一筆畫理論 就是要遵循這兩個 這兩個才可以一筆畫 懂嗎 都做練習你就會了 這是字式的數學教法 接下來我要講的是我的教法 我的思考是數學如何教 來同學看這裡 今天我們要講一筆畫圖形 什麼叫做一筆畫圖形 也就是我們要看到這個圖 我們就要知道它可不可以一筆畫畫完 可以嗎 那同學我們先來做個簡單的連連看走走看 OK 來開始囉 第一個圖形長這個樣子 問一下同學 請問一下這個圖形可以一筆畫嗎 來 可以 可以 怎麼辦 從哪裡開始 手指寶借我 這一個 對 哪裡 往右 再往上 往上 往斜下 往下 往右 往上 很棒 非常好 接下來我們稍微把它加深一點點 難度 往下 往下 往右 不錯 非常好 你看一筆畫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花個時間來觀察一下 這兩個都可以一筆畫圖形它有什麼樣的特色 來 你回答老師喔 來 這兩個圖有什麼共同的特色 基數連到的點都兩個 欸 基數的點都兩個有沒有 兩個 只有兩個 而且剛剛畫的時候怎麼畫有沒有記得 剛剛這怎麼畫 是不是從這裡開始 結束在哪裡 在這裡 剛剛這個是不是從這裡開始結束在哪裡 在這裡 欸 對 這就是由拉丁裡講的 第一個 可以一筆畫圖形 會是只有兩個基點其他都是偶點的圖形 懂嗎 由拉丁裡第一個講的 可以一筆畫圖形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 只有兩個基點其他都是偶點 由拉為什麼這樣講咧 她的想法是這樣 從這裡出去 連出去嘛 從這裡開始連出去 請問一下 這個點有幾條線連到它 一條 中間不管經過了幾次 甚至穿過一些點 來 回答老師 這個點幾條線連到它 四條 這個點幾條線連到它 四條 這個點幾條線連到它 四條 這個點幾條線連到它 兩條 來 停在這裡 這個點幾條線連到它 一條 有沒有 所以由拉就這樣講 從其中一個基點出發 結束在另外一個基點 有沒有看到 這種圖形就一定可以一筆畫 那老師剛剛有講嘛 由拉講說 只有兩種圖形可以一筆畫喔 只有兩種圖形可以一筆畫喔 請問一下第二種是什麼 全部都偶點 對 非常好 為什麼 它不一定要停過幾點 可不可以用這個圖說明 為什麼全部都是偶點 可以一筆畫 它回來一點 再幾點的話 那個點就偶點 意思是什麼 那個點 出去 再回來 喔 再回來到這裡喔 喔 對非常好 那這個點是不是就變二了 這個點也變二了 對沒錯 有拉定理的第二個就是 全部都是偶點的圖形也可以一筆畫 那全部都是偶點會怎麼畫 從這個點出發 結束會在 自己 對 非常好 這就是我們的思考式數學 我們會跟學生互動 會跟學生互相的思辨 互相的互動 這個才是我們思考式數學 最主要的目的 而不是直接把定理講出來 直接帶題目 OK